妈咪毒牙 在美国念书时,美国家庭一有二代甚至好几个孩子都很正常 有一次在超市,她看见了这样一幕 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子拿起玩具娃娃,哭摸着就两三岁的年纪 旁边是盘山学部的小男孩,看着像弟弟 她一把揪过姐姐手里的娃娃,而妈妈立即制止了她 拿起另外一把玩具手枪给她,示意她把娃娃还给姐姐,在我国 如果两个孩子发生了争执,也许家长就说 你是老大,让着弟弟吧,为什么这位美国妈妈不这样做呢? 原来,二到三岁的孩子,物群意识处于恳伯的发展期 要让一个对所有权看得很重要的孩子 放弃心头喜欢植物,简直就让他们肉疼啊 何为物群意识呢? 育儿专家认为物群是孩子相信自己对手里拥有的物品,又绝对让控权 换句话说这东西就是我的 一旦逼迫他们放弃,会让孩子感觉强烈的不安感和被剥夺的感觉 有一次,我和一家朋友出去吃饭 朋友为了锻炼孩子,就让孩子去取自助餐的水果 小朋友排了队,刚轮到他 忽然,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不是正在排队的队伍,直接冲过来吵在最前面 跟在他旁边的妈妈,不仅没有拒绝孩子 排队朋友的孩子说,你比他大 让这弟弟有朋友离他们不远 把这一幕进收眼底,他风度偏偏的走过去,滴滴有理的说,抱歉,我们家孩子同样是排了很久队才轮到的 如果让了,就是对规则的损害,就可年龄无关吧 后面排队的人,也有人站出来生缘,那队只好母子灰溜溜的离开了 我们已只有谦让的传统,然而理账教育也要看时机 如果破坏规则,不法人有要求大的,让这小的,容易让年幼的孩子四处而交 对外如此,对家中自己的孩子也应该一样 凭什么要损害老大的利益,而把些平均学给老二呢? 比起谦让和分享,更应该照顾的是孩子内心的感受,不是吗? 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充裕心,尽量一碗水端平 这样,即便年幼的老二,也不会太过于自私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